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手 这是江西的一生啊 我们先看视频 可以看到这条蛇身有稀疏的较为杂乱的环纹 颈背部有白色花纹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周三眼镜蛇 应该用眼镜蛇的月轻 在蛇药商中 眼镜王蛇和周三眼镜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眼镜王蛇要比周三多用一个银环蛇的月轻 因为抗毒月轻的交叉综合与毒素种类有关 我们常说的神经毒其实也分很多种 像眼镜王蛇的神经毒就是突出后神经毒中的常链神经毒 而周三的神经毒是以短链神经毒为主 如果只用眼镜蛇月轻对眼王的神经毒综合效率是很差的 恰好银环蛇的阿尔法环蛇毒是常链神经毒 跟眼王属于同一类型 所以加上银环蛇月轻后会有更好的综合效果 患者11号被咬 没有注射血清 没有看到蛇的样子 这种现在第三天了 病人80岁该怎么办呢 这是粉丝的家人上山踩中药踩的时候被咬了 地点在四川靠近甘肃 他的伤口处只有一块比较小的发黑 但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于是我问他伤口一开始就是这种一块血斑 还是有过发脂 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说脚没怎么乌合脂 整体看起来黑是因为家里其他人包了草药 主要症状就是局部疼痛肿胀 除了之外就没别的了 那么从遗佑的信息来看 凶手肯定是奎科毒手 而四川咬人最多的是圆毛头腹 但他这个局部症状不太符合圆毛头腹的咬伤特点 一开始也没有出现扩散的余脂 于是我的建议是考虑台湾闹地头和短尾腹 这两种时候都可以造成长时间的肿胀疼痛 从他的发黑面积来看 我更偏向台湾闹地头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问题不是很大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让他查一下凝血功能 因为台湾那样的毒液中是有内凝血没的 他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消耗凝血因子 不过这是乡镇小医院查不了 后面应该是转院了 这是什么蛇 还是前面那个江西的一声啊 我们直接看照片 身上有好多黄 感觉还挺粗的 这是不是眼镜王蛇呀 大家仔细看这条蛇的黄纹是较为杂乱的 而眼镜王蛇的黄纹非常规整 所以肯定不是眼镜王蛇 这其实是一条王镜蛇 王镜蛇也有这种黄纹类型的花色 不信的话我给你看一个同款王镜蛇的视频 现在信了吧 说真的王镜蛇看起来还是相当霸气的 这个长度为1.9米 大家可以猜测他的体重 这是我的朋友上山被咬了 没拍到蛇的照片 视频去清理伤口时候家属拍的 看着像短尾妇 现在人去了沈阳的XXX医院 应该是有血清 不清楚是不是对应的血清 我联系不上他 不知道具体情况 患者说看起来很像副蛇 地点在辽宁 辽宁的毒蛇一共都没几种 除了虎般几套蛇外 全是副蛇 所以当地配备的通常都是副蛇血清 不存在用臭血清这一手 而辽宁咬人最多的毒蛇是巫苏礼妇 所以他大概率是被巫苏礼妇咬的 这是广西历生啊 直接看照片 长得非常有特色 头部还是三角形的 看起来很像副蛇 不过这并不是副蛇 而是一条紫沙蛇 它是一种后勾咬唯毒蛇 咬人一般问题不大 不用过度惊慌 来自这件历生啊 我们看照片 蛇的脑袋被打烂了 完全看不清 身体是黑色的 后半部分有一点黄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周线这蛇 应该用眼镜则特别轻 可以看到小朋友的伤口处 已经开始发黑坏死了 这就是周线这蛇的咬伤特点 神经毒性不强 坏死非常厉害 所以要及时清创 另外它又是有明显捆绑的痕迹 我们之前讲过 周线这蛇咬伤是不建议绑的 因为捆绑可能会加重局部坏死 树树被蛇咬到胳膊 咬得很深 血一直流 手有点肿胀 小便湿尽了 是什么蛇呀 去医院测血压 低心率低 山东地图 地点在山东 血一直流 问他测灵血没 蛇是短胖还是细长 这个问题是为了排除虎斑警操手 因为山东的商人毒蛇 觉得是短尾腹和虎斑 他既然有出血 不止就可能有灵血异场 而如果有灵血异场 就有虎斑警操手的可能性 他说下半截生字花纹一圈一圈的 这个不用想肯定是短尾腹了 应该用腹色血清 后来他家里人把灵血报告发了过来 可以看到灵血没时间延长 表明有轻度的灵血异场 这里我说就怕是虎斑警操手咬的 为什么我会怕呢 因为虎斑警操手咬人 要么症状很轻 要么灵血异场 严重的甚至会DIC 他一开始说流血不止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是虎斑警操手咬的 那就麻烦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虎斑警操手的危险之处 在他的毒液中存在一种 二类灵血煤源激活物 当存在概率时 可以直接激活灵血煤源 生成灵血煤 强行启动灵血激联 形成微血酸 在这一过程中的灵血因子 会被大量消耗 这种失去灵血能力 重点是这种消耗无法被阻止 在生理情况下 抗灵血煤干素复合物 是可以灭活灵血煤的 但虎斑警操手 这种灵血毒素激活出来的灵血煤 不会被灭活 且他毒素本身也不受影响 是一种非常流氓的毒素 如果没有抗毒月轻 理由很严重的话 将会非常难搞 因为国内其他毒蛇毒月中 根本没有这种灵血毒素 用腹蛇月轻和五不子月轻 几乎无效 曾经在2007年 就有一名47岁男子 被大个体红波及 倒是咬后出现严重灵血异常 腹蛇月轻和五不子月轻 根本无法逆转出血 这种死亡 现在你们知道 为啥怕是虎斑咬的了吧 这是马来西亚的粉丝 他一上来就问要用什么血清 咱国内的血清都是知根知底的 但马来西亚的血清 你们知道吗 我估计咱群里的医生 都是懵逼的 先来看一下照片 拍的真艺术 这特别的尾巴和圆润的身体 让我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海蛇 恰好马来西亚的海蛇咬伤 还挺多的 于是我问他哪里出现的蛇 他说东马 现在症状为头痛呕吐 被咬的地方痛 由于他是转速的信息 我必须确诊一下 是不是海蛇 他说不是海蛇 随后我问他是有点痛 还是非常痛 他说很痛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环蛇咬人一般伤口不会那么痛 海蛇咬人倒是很痛 因为海蛇有强烈的肌肉毒性 不过既然不是海蛇 那我们就考虑环蛇 马来西亚的主要商人环蛇 是马来环蛇和金环蛇 这张照片我看着是偏黄的 但它黄纹并不像典型的金环蛇 不过国外却是有这种 类似黄纹的金环蛇 也有比较白的变异个体 重点是这条蛇体型很大 马来环一般是没有这么大的 而且在靠近头部位置的 环纹间距并没有变宽 符合金环蛇的特点 而马来环在靠近头部位置的 环纹间距会矿很多 所以我的第一考虑是金环蛇 在那注射多价抗神经毒血清 和单价抗金环蛇月清 他说医生不是华人 要英文名 没有问题 不过他们那没有金环蛇的 单价抗毒血清 用多价抗神经毒血清也可以 马来西亚的抗毒血清 都是泰国红十字生产的 多价抗毒血清是用孟加拉眼镜蛇 眼镜王蛇 马来环蛇 金环蛇 制作的 理论上综合效率要差一点 后来我问他有没有 马来环的单价抗毒血清 为了保险起见 再加上马来环的 目前两种血清都用了 理论上应该是没啥大问题的 后面他们从医生问我要不要 再打一瓶马来环血清 这时候我去煮饭了 没看到 回来他说已经控制住了 那太好了 我还说这条环蛇这么大 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呢 好的 如果你对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另外我要强调一下 我指鉴定蛇的种类 以及对应使用的血清 是不给出其他医疗建议的